如果有機會來到四川,當然要探訪中國國保熊貓啦! 中國總共有四個主要的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主要為熊貓繁育、研究、保護教育等多方面作出貢獻 今次我們就專程來到大熊貓的刀綱染基地 直擊得意活潑的大熊貓的日常生活 由成都出發去刀綱染基地,車程大約30至45分鐘 所以不少女客都會突然前往一睹大熊貓的風采 而香港人更免費入場,所以開關後 已經有超過2800個香港人入場參觀 刀綱染基地主要是自養年長的大熊貓 總共有41隻大熊貓生活,其中有17隻已經踏入露連 這裡會由專人提供針對性的醫療方案 他們可以繼續在園區內感受大眾熱情關愛 亦可以放心安享萬年 園區設計充滿考試,充滿植物 遊客就好像走到森林一樣 介紹幾隻可愛的大熊貓給大家認識 星月在2019年出生,非常活潑好動 經常在自己的活動範圍內跑動 表演力極高,所以很受遊客歡迎 這隻這麼炭的熊貓叫做鈍鈍 躺在斜坡上吃竹葉好搶鏡 還有這隻叫家寶,是這裡的明星熊貓 從小到大在網絡上都人氣高企 不少人都喜歡看它用笨重的身軀 萬條絲利地吃東西,畫面非常治癒 看完熊貓當然要買手信 熊貓基地設有熊貓主題商店 有各式各類的熊貓精品 其實由香港飛去成都 都是大約三個小時基程 所以如果想去看大熊貓的話 不妨計劃下行程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